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乐在慢活 健康生活 提起现代人的肠胃问题 排便困难便是其中之一 只是有些人不好意思说 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但是我其实有一直在担心 像这样子的小问题 累积久了就会变成大问题 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决 不如让我们来请教营养师 我们有请郑梓豪老师 你好 欢迎老师 各位主持人好 提到这个便秘的问题 其实真的困扰着很多人 而且就真的 如果你不把它好好处理的话 长期下去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状况 那我今天就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果汁 叫做百香火龙果特条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可以帮助大家来减少便秘的发生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搭配 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了 是 因为我印象中感觉都是要喝那种香蕉 那种类型的水果才能够帮助排便 不过我吃火龙果 但是我通常都吃白色 为什么会挑这个红色的呢 红色的火龙果 其实它里面含有比较多的花青素 花青素是一种特别的抗氧化剂 而这个抗氧化剂其实有一些更好的 一些身体的帮助的一个抗氧化的功能 然后火龙果很简单就是把它切拌 然后我们就把火龙果的果肉挖出来 老师 你刚才其实有提到说 如果长期便秘会带来一些很可怕的影响 比如说像是什么 便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会面对的问题就是痔疮 因为你要把那个排便把它挤出来的话 其实很容易造成所谓的肛门的静脉曲张 它就会形成痔疮的一个问题 所以痔疮是最常见的一个状况 然后最后就会导致出血 然后身体很不舒服 那如果便秘一直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 长期下去就可能造成肠胃里面 就变得比较肮脏 然后容易发炎 发炎久了之后 可能会造成肠胃出现一些病变的问题 那就更加地麻烦了 是 其实怎么样才算是便秘呢 因为我们一天吃三餐 是不是得排便三次才算是通畅无阻呢 其实很多人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一日三餐 我吃了三次的东西之后 我就应该排三次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不完全是这么样的运作了 就如果你的那个生理时钟就从小到大 你都是两天排一次变的话 或者是三天排一次变 你的粪便的状态不会出现得很硬 然后你不需要出很大力 粪便就可以自然出来的话 其实那也不算是便秘 所以便秘来讲更多时候是粪便的状态 而不是你排便的次数 原来是这样的 老师 你可不可以让我大概比较具体地知道 就是那个的状态怎么样算是好的状态 我们在准备食物聊这个有点怪 我也是有点 我在想你 那我就选择今天没有用到的食材 好 它就有点像是熟透了的香蕉 它必须要有一个形状 然后它又不会太小 然后它的那个软硬度是适中的 就你不需要出很大力 它就会自然地出来 那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粪便的状态 火龙果我们准备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我们的百香果 是 其实很多人 不晓得百香果长成什么样子 我有看过 可是我很常看到的是很皱很皱的百香果 其实百香果摆在那里放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皮就会开始变皱 皱的百香果它的味道会稍微甜一点 你看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皮肤美美的这种百香果的话 它会稍微偏酸 但如果你放了几天之后 它的皮开始变皱了之后它会带甜 所以如果你喜欢酸的话 你就吃这个细皮嫩肉的 然后你如果想吃比较甜的话 那你就吃一些比较皱皱的 三颗就够了 难怪有些人还以为皱皱是坏了 对 原来是好料 不是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便秘呢 便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我们最常会接触到的问题 就是纤维不足够 就是你的饮食当中偏向于 只吃那些蛋白质 淀粉之类的东西 但你不碰蔬菜水果的话 纤维不足够 肠胃蠕动会变得非常地慢 所以它的那个水分都被吸干了之后 它就变成干硬的粪便 就很容易形成便秘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从这里讲出去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水分喝得不够的话 你也很容易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所以就是纤维还有那个水分 是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对于年长者来说 他们的肠胃蠕动的那个机制开始变得比较退化了 所以就变得比较慢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通常就会建议 除了在饮食上做调整以外 生活习惯上的话 可以就去做一些运动 刺激他们的肠胃蠕动 那说起纤维不够 那如果我们特别去摄取一些奇鸭子这些 是不是可以帮助到这个便秘的问题呢 现在其实很流行吃这些奇鸭子 或者是羊车前子 还有C-Lim Haas这些东西 这些在一些特定的便秘问题上是有帮助的 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喝水不够 再去吃这些东西的话 你的便秘会更严重 所以真的是得看你的状况是哪一种 先找专业人士来分析的话 你去调整的那个机会 成功会比较高一点 明白了 今天我们的那个原料 除了火龙果和百香果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低糖的豆奶 还有这个其实很多人很喜欢的东西 叫做蒟蒻 是 就是日文的蒜蒻 对 我听说这个蒟蒻也可以帮助排便的 蒟蒻可以帮助排便主要 因为它本身也是属于带纤维的一个成分 不过同样的 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吃太多 因为它的纤维很丰富 你吃这个 没有加水分的话 你就更容易变 原来的 跟茄子一样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就是它必须寻找一个平衡 你的纤维和水分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 要不然的话其实便秘会更严重 是 所以待会我们吃了之后要多喝水 是 我其实好奇 有些年轻人就会讲说喝水我有 可乐 豆奶 绿茶 各式各样的饮料我都有喝 那算水吗 其实有味道的饮料的话 基本上我们不把它当成水分来看待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以白开水为主 就是那个是正确的水分的摄取 是 好 我们就来准备这个果汁 好 然后先把我们的火龙果放下去 老师 我好奇 就是我以为果汁应该要用水打 为什么你会用 那个是豆奶 对 豆奶 我今天选择用豆奶的其中一个目的 主要是因为对于年长者来说 有一些年长者他们可能就因为一些 特别的健康原因 他们不太会吃一些动物类的食物 所以肉类的摄取比较少的话 蛋白质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 缺乏的一个现象 是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植物性的 那个蛋白质帮助他们补充 所以今天选择这个也是针对他们一些 可能会缺乏蛋白的一个状况 今天我的选择是属于低糖的 因为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有百香果 百香果其实它味道会有一点酸 带着一点色的感觉 如果完全用无糖的话 这个口感可能会稍微比较色一点点 是 但是如果是有糖尿病的那个年长者的话 那可能就选择无糖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低糖豆奶倒进去 然后这个蒟蒻 我们就直接放在杯子里面 好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打 这个颜色好漂亮 对 好了 好 然后我们接着下来就先准备这个蒟蒻 把它放在里面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饮料还有一些口感 就还有东西给你咀嚼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有一个问题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有一次他上厕所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他上大号的时候红色的 是 他吓到他以为他得大肠癌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才发现不是 是前一天他吃了火龙锅 对 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吃了之后排出来的颜色还是红色的 是正常的 因为其实火龙锅里面有那个甜菜跟 类似甜菜跟的那个颜色 然后这个东西一部分会被我们的肾脏代谢 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会进入我们的消化道 然后进入消化道的那个 就会帮我们的粪便染色 所以它会变成偏红的那种情况 所以不要害怕 基本上你先想一想 前一天是不是吃了火龙锅 有一些人说排便困难 是因为这个情绪问题 或者是压力的问题 是这样子吗 有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称为大肠皂经综合症 英文叫做 这个更多时候 它并不是肠胃本身的问题 而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那这个神经系统就可能跟着 他们的生活压力 或者是情绪有一些关系 从而影响他们的肠胃蠕动的一个状况 有些会出现腹泻 也有一些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所以这种通常会建议 去给医生检查一下会比较好 我们试试看 来 我们试试看 很美味 好好喝 这鸡肉的味道也很好 很香 这个饮料 它因为有豆浆 对 有豆的香味 我觉得它出奇地搭 因为我没有想要豆浆配火龙果 加百香果 是搭的 是 而且百香果的那个折 一粒一粒的 你咬了之后 而且你咬了之后还有口感 折好棒 真的 好好喝 我觉得像这样子 营养健康又好喝的果汁 我可以每天喝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体内的读书说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 不客气 希望大家要排鞭顺畅 乐在慢活 健康生活 动感摇摆 活出精彩 嗨 向云姐 我发现一件事情 最近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有很多年长者好像年纪越大 他的背就会越妥 是 其实我也常看到一些 就是大哥 大姐 包括我自己都有点妥背 是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真的要请教Rick教练 让我们欢迎Rick教练 欢迎 你们好 大家好 你好 Rick教练 那想请问你如何改善这个驼背的问题呢 其实驼背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肩胛骨 锻炼我们的肩胛骨来改善的 教练 有一些像我一样年轻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说肩胛骨在哪里 你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 可以 肩胛骨就是肩膝 肩膝就是这两片肌肉 你看 两片肌肉在动的时候 就是这里跟这里 对 两片 对 好 首先我们就要做一些暖身动作 我们就做几个转唇圈 好 好 这样放下 慢慢 要呼吸 转 然后我们就向前 好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第一个动作很简单 其实我们就用我们的右肩 好 赶快拉上 拉上 上到弯为止 往后 慢慢放下 往前 再上 再拉后 再下 好舒服 我听到很多声音 好 再我们换另外一个肩 好 好 同样的动作 拉上 往后 放下 前 上 后 下 好 现在我们换一个 好 两个肩一起来 这是另外一个动作 另外一个动作 好 我们就把它同样的拉高 两个一起 拉高 我们往后 往后时很重要的就是 要把你的肩胛骨两个夹在一起 好 我就示范一下 就拉高之后 就夹 是 夹在一起 有点感觉之后 就慢慢地放下 放下之后就往前 拉上 往后压 停一秒 慢慢地放下 背太厚的话 感觉不到 你感觉不到就设想 有一百块的钞票 在你后面 那真的不一样 夹着 夹着 下一节 一秒钟 来 放下 很重要的做一动 所以我们就要呼吸 所以不断地吸跟呼 就是头一直往前看就好了 对 好 感觉如何 有 有做到 有锻炼到 因为我们每次做家务说话 就是往前的 对 所以我们的肩胛骨 只没有锻炼的话 它就会松 松开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脱背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肩胛骨 拉开 是 我们每次要做多久呢 你看电视 就广告时候就做 是 就每天你做大概十分钟也好 可以 这个肩胛骨做完之后还有吗 还有 第三个 第三个动作 同样的 把手伸开 伸开 我就往后面 这样 就往后压 这个很难 一直压 这是一千块 压 一千块 所以压了之后就往上推 往上推的时候你还是在压着的 还是在压着 往上推 往上推 还是在压着 不要放弃 请问教练会受伤了吗 慢慢放下来 不会了 对 不会受伤 慢慢放下来 做做运动要量力而为 如果觉得很痛的话就不要做了 教练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手往上抬的时候 我很容易就是我这边的肚子 会一直一起跟着突出来 很重要 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腹部收紧 把身体提高 然后就压着 不断地把身体提高 拉长 好 就下回来 再压 放 好 我们先跟着第一个步骤 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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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十次 那大哥 大姐 我们一起来跟着 我们的教练一起做 好 第一个步骤 准备好了 往后压 上 第一圈 慢慢走 第二圈 第三圈 呼吸 记得合呼吸 把身体拉长 第四圈 第五 走得很好 继续 第五 走得很好 继续 第四 走得很好 继续 记得呼吸 第七 走得很好 继续 第七 走得很好 身体拉高 拉长 第八 走得很好 继续 第九 走得很好 最后一圈 好 换边 来 继续 往后第一圈 记得把身体拉高 第二圈 第三 呼吸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五 第七 身体拉高 第八 九 好 最后一圈 十 好 现在我们是用两个肩膀 记得是要往后压 往后压的时候要停一秒 是 放下 准备好了 来 一 往后压 停一秒 好 下 二 呼吸 身体拉高 下 三 下 四 肩膝骨夹走 下 五 六 然后压 七 身体拉高 八 九 五 五 然后压 停一秒 最后一个 十 好 慢慢放下 有入汗 看起来很简单 最后一个动作了 好 记得压着 好 不断地压着 身体拉高 腹部收住 准备好了 嗯 记得呼吸 来 一 一直压着 上 再往下 好 一起来 二 夹住肩膝骨 慢慢放下 三 身体拉高 下 四 慢慢放下 五 好 身体拉高 六 五 呼吸 七 记得呼吸 八 九 十 夹住 好 好 但是我的背痛 不是背痛 是腰痛 为什么 腰痛 是因为太用力了 可能不习惯站住那么久 对 当我们把我们的中心提高的时候 你的那个腰部 需要更大力量去支撑住 所以我的腰是不够没有力 没有力不够力 需要锻炼了 对 还是教练就是它可以 腹部再收紧一点 就不要让那个腰感觉是 一直这样子凹着 对 这也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歪的时候 比如说你往后 你这边的那个力量承受就更重了 是 你就要把你的腹部收紧 搭进去 通常我们站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 我们就把我们的臀部推去前面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腰就会比较有支撑度 我明白 就让它的尾骨内收一点点 对 这样会比较好 是 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 这些关节处会有一点声音 会不会有哪一些人群 就是可能肩膀有问题的话 是不适合做这个动作的 有声音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觉得到痛的话 就不要做 可能有一些叫什么 肩膀就比较左 肩膀 肩膀 股时间 股时间 那些就不适合做 最好就去看医生 去警察一下 好 我觉得这个运动很适合我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常常颈椎有问题 我会多多练习 重要的是我们要多练习 保持良好的习惯 我们就多做 就比较精神 没错 谢谢Rick教练今天的指导 谢谢教练 谢谢你们 动感摇摆 活出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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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特别喜欢吃蒜盘子 欢迎慧芳 慧芳姐 欢迎 欢迎 小新 你们好 很好 来 这个就是蒜盘子了 是我爸做的蒜盘子 以前我妈在世的时候 她知道我喜欢吃 她本身也喜欢吃 她做得比较小利 她可能女人做得比较小利 像我爸后来我妈去世的时候 我爸就也知道我喜欢吃 她也就去学做 她做得比较大利 她觉得口感比较好 是 通常会做蒜盘子的都是客家人 你爸会做得好了不起 我们不是客家人 我爸是朝鲁人 我妈是海南人 那是因为她喜欢上网 她就上网去学一些食材 做给我们吃 好幸福 冷气到 现在才学上网 最近才学 她80岁学上网 现在差不多90岁了 精神学家 80岁学上网 好 我们尝尝看什么味道好不好 来吧 其实我很想尝尝看 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些是什么料来的 这个鱼鱼鱼 有香菇 香菇 有那个若瑟 刚刚它有虾米是吧 对 它上面 一定有虾米 头感很好 它的芋头的味道比较多 这是因为我喜欢吃的原因 我喜欢它的芋头的比例 比那个淀粉多 所以你吃得到那个芋头的味道 而且你看里面还是有淡淡的紫色 所以证明它芋头真的放很足 对 其实芋头多是一种挑战 因为通常芋头多的话 它不黏 它有点软松的感觉 很难黏 那你知道今天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吃 吃 没错 我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要挑战一位厨师 让他来接手 看看怎么提升你这个上盘子 是 好 这个是好事 那你希望Chef怎么帮你这道菜升级呢 一样 就是它的比例 我觉得芋头还是要多过淀粉 所以要比你更厉害了 看来就是难度挺大的 那到底是哪一位Chef 可以接下这个挑战呢 我们欢迎Chef King 欢迎 小青好 向云姐好 Chef King 你觉得今天的这道挑战的这个菜 可以吗 可以 这个菜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客家料理 刚好我又是客家了 好有成熟 对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 在我们处理这个客家蒜盘子的第一步 我们会先处理这个芋头 芋头我们经过蒸的过程 会使它软化 软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像这样一插进去它就已经软的 那种感觉 然后就撒一点粉 直接放在砧板上 对 然后就把它给拆碎 如果只是300克的话 我们会堆到大概50克左右的木薯粉 这样它的那个芋头的香味才会比较充足 我听我爸说要烧烧的时候就搓 是吗 对 冷了很难搓 它的那个外层会硬化 然后这一道是创新料理 我就准备了一些紫薯 来增加它的色泽 是 其实芋头是什么颜色呢 就是灰色 真的白白的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你放了这个番薯进去的时候 会不会盖过芋头的味道呢 稍微有 你还是吃得到那个芋头的香味 还有紫薯的甜味 比例呢 比例也是大概四对一 这个芋头四的话 我们的番薯就会放成一的比例 少一些了 对 那水分不用再加了 就是看你的芋头跟紫薯的水分会够不够 你蒸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有那些水分还在那边 对 等下会搓到一个光滑的程度 然后我们才下去热水煮 然后在搓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加一点点的油 你如果单单这样子加那个木薯粉的话 它会很容易地破掉它的边缘 就稍微加一点点油下去 裂边有什么意思 它很干嘛 裂的 它会裂开 对 裂的时候它旁边会裂开 也是搓到一半的时候加油进去 对 好 其实这个步骤 我那个工蛮多的 是 对 真的 所以工很多 我就不学了 好幸福 大把作业 对 差不多了 再加入一点粉 对 看到已经成团了现在 对 那如果我家没有木薯粉 用其他的粉类可以吗 土豆粉也是可以 不过它的口感就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 没有这么有嚼劲是吧 你也可以弄成它的那个形状 那个滋度还不够 裂痕 对 湿润度 对 湿润度 因为那个芋头它会 我们提前处理 它会比较干一些 如果你直接蒸出来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是直接蒸很烫 你在脱的时候很烫 用汤匙去捣碎它 用汤匙这样压碎它这样 我不敢处理 不敢吗 我不敢用力 等一下喷到那个粉 我今天有个小徒弟很想试的 是 我这一层层欲动了 有机会 来 可以吗 可以 完全没问题 来 我手干净的 可以 换了 来 我可以 我看看小青的粉 好 就好像活面团这样子的粉 对 现在有点像那个皮豆 它的手掌很大 换成它的手掌 我觉得很小 那个面团 变太大 是吗 你会做面包吗 我会做面包 那就没问题了 对 他都会做面包 他懂得怎么做 他就懂得出 他其实就是纯套感觉 搓汤圆跟搓这种 然后它不够的 不够湿润的话 太过黏的话就加一点粉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了 有感觉的话 它比较湿润一点 我觉得比刚刚还要好一点点 我试试看 类似这样子 对 它旁边就不会裂开 然后就接下来的步骤 接下来我们就捏一小块下来 搓成长条 然后就这样把它给切成小块 是 然后我们首先就把它给搓成圆形 圆形过后我们在中间捏压进去 这个裂了 对 那个裂了吗 那个裂了也没关系 如果你下去的话 它的那个粉接触到热的话 它也会凝固 但是我爸教我是 他搓了一个圈子之后 压扁它了之后 拿一只筷子的那个尾 好像压它中间 它就更圆 那个洞 很美 就是这样 是吧 就更像一个蒜珠 真的 好精致 是 向云姐加工一下 有 但是煮出来 其实这个做法也是蛮好的 因为它的中间就会比较快熟 对 好了 我们的蒜盘子完成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倒入热水 煮到它熟透 准备好的蒜盘子 我们就放入水中 煮到它浮上来 好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所有的蒜盘子都已经浮面了 是的 就能够拿上来 拿上来这个步骤就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冷的水来浸泡 让它快速地降温 是室温的水还是冰水 冰水也可以 然后常温的水也是行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 过了冷水的蒜盘子 给控干水分 然后控干水分的时间 我们就放一点点的油 让它粘在心了 防止它粘粘 喜欢 然后准备一个平底锅 我们就可以开始炒蒜盘子了 然后今天我做的剩机板 就用了一些贵的材料 就是干贝的XO酱 来提升它的味道 然后我们锅里放少许的油 爆香虾米 这个是虾米碎 我就特地找这种小的 有的卖的吗 有 它是很幼的虾米 这样香味会更出来吗 炒的时间会缩短很多 出来我要去找这个在哪里 干粮的地方 卖干粮的地方就有 卖干粮的地方 对 好 然后我们炒到闻到香味 就加入干蔥蓉 好香 好香 我喜欢这个味道 炒到闻到香味 我们就加入蒜蓉 为什么要分开炒 不可以一次过把所有东西丢进去 蒜蓉的话它会比较快焦 所以我就在后面的时候才香 了解 然后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家的配料 代替肉碎 干贝斯的XO酱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一点的水 给它的那些蒜蓉 干葱 更加地快软化 那为什么不是香菇要下去 给它软化呢 对 香菇 这个因为我用的是那个鲜的冬菇 这个是鲜冬菇 鲜冬菇就可以很快 对 它就很快 对 我感觉有花菇又有什么窑住的 很有黏味 对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调味 就是蚝油 蒸抽少许就好了 因为那个干贝斯那边已经有咸味了 然后胡椒粉 然后我们就倒入蒜盘子 翻炒均匀 这颜色真的太美了 对 最后撒入一些葱花 这一道紫芋蒜盘子就完成了 看起来很好吃 然后慧芳姐 这个其实是你要准备给父亲的 这个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紫薯鱼 这么美 让人家很慢 这么美 让人家很慢 紫薯鱼 真的吗 好 这就是我的紫芋蒜盘子 来了 你看颜色很美 都不舍得吃 是 要尝尝看味道跟你煮的一样 非常香 爆香外面的料 好吃 好吃 我以为那个紫薯会盖过那个芋头很多 但是不会 要记得那个比例是四比一 芋头四 紫薯一 好 因为它很Q弹 四星嘴巴 对 这不跟一般做的这个蒜盘子一样 它比较细滑 但细滑中我会吃到那个芋头的粉 粉粉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感觉这道菜 慧芳姐觉得是很成功的 是吧 非常成功 这个提升版的蒜盘子太成功了 我会把这个做法交给我爸爸 让他提升 然后再煮给我吃 好 所以今天的挑战算成功了 成功 我也能成功 恭喜 谢谢 那今天谢谢Chef King 帮我们把这道蒜盘子升级 谢谢 谢谢 加强新主义 美味好创意 小主义 真愛 不愿意 碎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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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比胖 没没 Pean 美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